今天我們要Net Reset 琴頸重置一把Taylor吉他 當你發現你的結他指板延伸線在琴碼下面 就可能需要做Net Reset Taylor吉他的設計 令它做Net Reset是比較簡單的 要小心撕掉貼紙 然後準備合適的工具 Taylor吉他的琴頸下面有兩個螺絲 而指板下面也有一個螺絲 拆掉所有螺絲後 琴頸琴身就可以分離 Taylor吉他設計是用這些漸片來改變琴頸角度 先測量一下這塊漸片靠面板方向的厚度 然後我會用沙光機磨一塊厚度差不多的桃花生木 注意門方向 然後再把這塊木片磨回斜度 用來調整我的琴頸角度 這次我做的這塊漸片會後斜0.5度 然後根據毛距形狀大約切出需要的外形 最後用螺絲 切出最終尺寸的漸片 先把這塊漸片做過 再把這塊漸片做到的內容 然後再把新的漸片做好 再把這塊漸片做好 之後再把新的漸片做好 現在再把新的漸片做好 之後再檢查琴音角度,頭射角度去琴馬上就可以了 做Net Recept,比起單獨磨下咸枕的好處是 可以保留弦線壓住下咸枕的角度 不用怕因為打磨下咸枕後,選好了音色 加上線位就很漂亮了 好,今集到這裡,有什麼問題歡迎留言交流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